走进萌宠世界发现更多乐趣 哈喽这是萌宠节奏会 我是小小 我们都知道 每个生物都要经历从幼年到成年的过程 人类在刚出生的时候都是很小的 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就长大了 不仅是人 动物和植物也是一样 虽然人和动植物都会长大 但是反差也不会很大的 接下来要说的这种动物 是幼年和成年反差非常大的一种动物 说到其余 想必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他们在幼年时的时候 还没有一根手指头大 但是等到长大后 却能掀翻五米的帆船 其余在出生的时候 身体的长度只有指甲杆的大小 然而等到成年后 就可以暴涨到两米到三米 因为他们在游动的时候 背骑就像是一面随风飘扬的骑子 所以得名其余 不过他们的脾气却非常暴躁 曾经一条其余发脾气 就掀翻了一条五米长的帆船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万一人互动 小小会每天翻看 留言区回复哦 想看更多优质视频 请点击走下方 所以